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诺奇水火箭 欢迎大家 这节课程呢 我们开始学习 看看红色的GTR 大学等值 深入研究 并联技术 当中的多枝水火箭 每枝水火箭为独立的个体 在这个分支当中 的一个水火箭 同步发射技术 先来了解一下同步发射技术 之后我们再了解一下 水火箭的集群发射技术 它们会有区别 我希望大家看到 每一个课程呢 都知道它是归纳在哪一个分支 哪一个分支 你们自己能够 找得出来这种目录的结构 我一直在灌输你们 用这种结构 用这种思维 来看到你们 能找到你们需要的内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水火箭同步发射技术的一个定义 多枝水火箭分布在不同的 发射架 发射架 或者说发射器上 那么有一个人 同时发射 所有水火箭的技术 我把它定义成为这样子 那有一个错误的验识 就是 多个人 同时发射 所有的所有件 多个人同时发射 所有的所有件 那么这是一种错误的验识 这只是一群人用多台普通的发射架 发射多支所有件 多人呢 多个人呢 他只是解决了数量的要求 并没有解决同时的要求 那这句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 效果先 直接看个视频 看看这个视频 看看这个视频 视频当中 就是由我一个人 按了一个开关之后呢 把这里十只水火箭 都绑一下 发射出去了 是这样的 那么因为 你看那个发射器 再来看看啊 多支水火箭 分布在 分布在多个发射器中 多个发射器 按一个开关 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发射出去了 核心的问题啊 核心的问题啊 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把具体的需求转换为硬件设备 因为有这种需求啊 一个人要同时发射这么多的手 把这种硬件 有这种需求 那么就要想办法把这种硬件设备做出来了 最难的就是把理论的想法 转换成为实际的设备 你怎么样去实现 啊 案例的话 刚才就已经看过了 看过案例了 之后 再来给大家看几个 看另外一个案例吧 这里有一个图片 啊 是我本人做的一个案例 这里有四支所有键 一二三四中间一个啊 那么它的发射器是这样子的 发射器是这样子的 发射器是分开的 啊 还有一个供器的一个系统 那么 这一个呢 可以 作为 同步发射 这个是一个同步发射的技术 同时呢 也可以 归 也可以应用在捆绑技术 或者 助推技术上面 这种发射架 啊 也可以用在上面的这些要求上面 也就是说 只要你掌握了这个同步技术 那么你这些助推啊 捆绑的发射啊 都可以迎刃而解 迎刃而解 所以呢 对啊 难点就在于 怎么 做出这种同步发射的发射架 这是难点 这是重点 这是核心啊 啊 那么啊 讲完这个同步技术 啊 这里只是 我只是负责把这种技术给大家 区分开 不要啊 把这些概念 搞混乱了 啊 并且不要乱听 别人给你说啊 如果是别人说的话 你要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是吧 有没有我这种严谨的思维 去跟大家说明各种技术 的不同基础 啊 同步技术说完 那么 再向大家说一下 啊 集群发射 集群发射 集群发射的话 那么我就不做定义了 因为 集群发射这个旗 啊 我一开始我也 啊 我也说不出这个旗语的 因为我是看到在 军事内的节目 看到有 那个导弹车在发射的时候的那种 像像 啊 一辆导弹车就是由于 时间的问题 他会把那个发射筒就架起来 之后呢 那些火箭 就轮流的 有迅速 啊 有迅速的就把 一大群的那种火箭就把它发射出去 但是他并没有把所有的火箭同时蹦一下就发射出去 他是按迅速的 来触发的 来来发射 所以这里呢 我是没有这种资格去做定义 我我没有这种能力啊 我也只是把它模仿啊 模仿别人的这种效果 那么我 就做了一个案例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视频 在看之前呢 大家 看看我这个标题啊 这里一共有20只手小键 你看看我数标啊 数一下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这里一共有20只手小键 啊 我现在这个视频要表达的就是 我一个人按一下开关 就把 这里20只手小键 按顺序按气序的方式 把它全部发射完毕 当然这个时间是瞬间的 非常非常的快 啊 现在来看看 这个效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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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发射完毕 如果大家觉得好看的话 可以把我现在这个视频在后退 再看一次 因为我我本人也很喜欢看这一种 啊 这种视觉上的这个效果啊 我也经常会回看 啊 啊 这里只是我其中的一个案例是用了20只 的 20只 那么我啊 现在为止 做的最多的一个字路是 啊 成功做出来的是32只 所以我这样按这种方式来发射出去 啊 我的理想呢 是发射56只 这是我的理想 但是啊 设备已经做出来 但是我还没 真实的去把这些设备连结起来做这种 啊 视频记录 啊 这就是我对集群发射的一个定义 并且做出来的这种效果啊 那么以上 以上的讲解是我对所有这样并联技术 的一个种的一个讲述啊 再回顾一下我把并联技术分成了这四个种类的发射技术啊 分成这四个种类的发射技术啊 分成这四个种类的发射技术啊 那么这四个种类当中呢是由于这里会有两个分支 一个是成为一个整体 另外一个的话是成为独立的个体 所以就产生了这种分支技术啊 我不知道我这样整理出来 大家是否认可这种 呃 归纳整理的这种方式啊 如果有不同意见的人们 可以把你的想法 做出资料 我们一起交流 但是不要跟我一句一句的这种文字的交流啊 这样我是承受不了的 啊希望你也啊拍成这种视频的形式 让我看一个过瘾啊 啊让我也大开眼界一下啊 啊这就是我对并联技术的一个归纳总结 嗯 那下一个课程呢就开始来学 啊一起来了解 发射器相关的技术啊 这个视频到期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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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